好 台湾大车队的司机撞死了乘客 同事知道之后非常的惊讶 尽管说这个司机呢 平常比较少跟同事互动 但是跟他交情比较好的同事眼中 他的个性其实是很温和的 不曾跟同事有口角冲突 也没有违规或是 这个乘客投诉的记录 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同事真的不敢相信 这里是林姓司机平常进出的车队 同事听到他撞死乘客 很惊讶 他个性怎么样啊 都不错啦 会常常跟人家有冲突争执吗 没有勒 从来没有 那这边有没有跟人家吵过架 会不愉快 没有 有吵过架 我们就把它退队了 事发之后 警方到车队调阅司机相关资料 这名司机年约40岁 从86年开始开继承车 今年三月份加入到台湾大车队 公司内没有他的违规记录 更没有被客人投诉过 比较少跟其他人员 有比较互动性的联络 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司机在 整个他入队的状况 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异常现象 所以我们就觉得蛮惊讶的 是不是有一些经济上 或是一些感情状况上的状况 没有听说 同事眼中 林姓司机个性温和好相处 金船狠心撞死乘客 车队呼吁他快点出面 理清案情 绝对新闻 许志明代秋荣 台北报导 对新闻 如果是有给子温和好相处比较党 可以直接参考虑